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称 如果伊朗企图暗杀美国驻南非大使 美方将报复伊朗 对此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伊15号回应道 搞暗杀的正是美方 他还警告美方不要犯下战略错误 美国政治报网站13号原理来自 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报道称 伊朗就苏莱玛尼之死 继续寻求报复美方 正在考虑暗杀美国驻南非大使 拉纳马克思 报道推测伊朗将拉纳马克思 作为暗杀目标之一 可能源于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私人关系密切 两人相识20多年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 14号指责美方散布没有根据的言论 和针对伊朗打信息战 并强调美方在其他国家 实施大量暗杀和军事干预行动 苏莱玛尼之死就是例证之一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称 美国如果遭到伊朗任何行事的攻击 将千倍奉还 他还写道 根据媒体报道 伊朗可能在策划 针对美国的暗杀或其他攻击 作为对苏莱玛尼之死的报复 今年1月3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前指挥官卡西姆·苏莱玛尼 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 遭美军空袭身亡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随后发表声明说 伊朗方面将对这起事件 进行强硬复仇 伊朗向伊拉克 驻由美军的基地发射导弹